好了,回來了 有一宗消息 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我們的節錄出了之後 就幫我們廣傳 為什麼呢? 在新西蘭那裡有一個香港人出了事 我沒有留意香港媒體有沒有報這件事 在我們這裡的媒體有報道 一個香港的遊客去了南島的戰城 就是Aerotown 或者叫戰鎮 我們以前一直都叫它戰城 現在叫戰鎮也對 Aerotown是鎮也對 他去了Aerotown的Chinese Settlement 那裡其實是一些唐人聚居的地方 Aerotown這個戰爭以前是掘金的 現在也可以去淘金 這個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警察確認了這個男子 叫做威明拉黎偉明 根據那個英文 因為他沒有公佈中文字的名字 這位賴先生或者黎先生 就是7月27日的時候 來到新西蘭 但是這個人 來到哪些地方 不知道 他應該去了女王鎮 就是Queenstown 那裡 然後應該是去玩 我相信他也是去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去其他地方 現在是個迷 現在是不知道他去過哪裏 就是這裡的警察找不到這些訊息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如果一個人是花現金的話 那是很難知道他的行蹤 那 我相信這位威明拉黎先生 他應該主要是花現金的 身上可能沒有信用卡紀錄 那些東西 現在是找不到他的家人 現在找不到他的家人 他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做了什麼完全不知道 他的近親是誰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我們是一個尋人的啟示 現在我們這裡的警察 呼籲公眾提供任何訊息 尤其是他住過的地方 他的死因是有待確認的 但是警察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把黎先生或者賴先生 帶到他回家人的身邊 如果你是香港的家人 你可以跟新西蘭的警方聯繫 如果你搞不到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這裡留言 我幫你們搞也行 我們可以做一些社會工作的事情 這個威明拉先生 他原定就是 10月18日離開這裡 結果他就沒有離開 究竟他為什麼會出事 現在是不知道的 其實他就暈了在一條暴行島上面 就是在一個灌木叢林裡面 他暈了 不知道 究竟為什麼會是這樣 很多細節都是謎 什麼時候發現他的呢 就是星期六之後 早9點半左右 警察和救會員想救他 但是失敗了 現在 他就 整個 去了驗屍官那裡 希望大家幫他幫忙 看看怎樣可以送他回香港 因為 一個人 嚇死異鄉都不是什麼好事 就是我自己操錢的看法 如果你聽到這一節節目 麻煩你幫幫忙 幫我們分享出去 這個 都是社會工作的一部分 我們見不到香港的媒體 有報這件事 我自己就肯定沒有看到 希望可以找到他的家人 在我們節錄的封面上面 就會有他的樣子 如果你認識這位朋友 希望你和新西蘭方面的警方聯絡一下 因為這些事情 都不是很好事 楊小寶就說找入境處 我相信新西蘭方面會有找香港方面的人員 但是 究竟他在這裏有沒有親人 我們是不知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完全不知道 那 為什麼會說 一個人這麼大 你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人可能不太想和家人交集 或者和家人罵了交 自己出來玩 那 是有危險性的 那 拖得車就說 香港身份證有登記定地址 新西蘭警方可以找香港保安局 那 他是呼籲大家幫忙的 你說有沒有找香港保安局 我就不知道 因為 現在 有些警察的事情 沒有交流 跟以前是不同的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跟19年的事情是有關的 那 希望大家幫幫忙 看看這件事 那 滴丁就說 近來 深水寶島棍也沒有上線 可能 他離開了我們 可能 我不知道 因為 我跟他的意見是 差得太遠了 可能 不聽 沒有辦法了 有些事情我也沒有辦法 他可能也是閉關的 那 就是 希望他的家人 認識他的人 就是 看一看 照片 那 Chip 就說 真的人來鄉戰 那他去旅行而已 其實他來這裡旅行而已 但是 究竟為什麼死了 其實現在不知道 其實 那個細節也是非常迷 他簡直是 這裡說的 簡直是Mystery 是一個謎 來的 香港旅客之謎 簡直是 這樣報 那 真的沒有辦法 那 現在也是 難搞的 那 楊小寶就說 入境處有了香港人紀錄 朋友哥哥在國內死亡 入境處打給朋友 他哥哥死了 叫他立即上去處理 不知道 這個 就是 為什麼會 在我們的媒體 叫人 應一下他 可能 有些信息 都是不清楚 就是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那 他 就是 有什麼消息 就通知一下 新生涵人警方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 來到這裡 算了 休息一會兒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真的幫幫忙 把這條視頻發佈出去 尤其是封面的樣子 我們不會打格子 因為現在是尋人 究竟去了哪裡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沒有人出面報告他失蹤了 也沒有人報告他沒有回到住所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明白的 因為如果你在這裡住酒店的話 你應該退房的時候 沒有退房 其實已經會報警 正常的情況 是 所以這件事很奇怪 那 好了 來到這裡就算了 就是 休息一會兒 你說叫我找其他台 我叫你們幫忙 分發一下節目有多難 拖得車 你說叫我找東張 你不要搞錯 好了 來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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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